我现在还能看到你的屏幕天儿 你要把QQ音乐关一下 对把QQ音乐关一下就可以 好 好的 那我们现在正好到了 40分 3点40分 大家好 我是悠悠 今天是2023年的2月14号 今天是传统西方的这个情人节 很多这个年纪亲人 今天我出去的时候 已经看到这个花店门口的这个玫瑰花 都已经店里面可能放不下了 都扑到外面了 所以今天温哥华也是外面阳光明媚 是一个充满爱 让人这个欢喜的一个节日 所以在群里已经说祝了大家 有情有爱 有鲜花 有美酒 有巧克力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今天呢 因为外面的温度呢 慢慢慢慢的升高了 这个春天呢 情人节每后我们要过的时候呢 春天呢 也就慢慢悄悄的临近了 首先一个我想啊 想问一问看啊 假如大家现在在这个聊天框里面可以回答一下 就是这一本书 大师与玛格丽特这一本书 大家有全部看完的 或者看了一部分的 全部看完的 在聊天框里敲个一啊 假如说是看了一部分啊 不想看下去的啊 敲一个二 我们稍微做一做这个调查 因为我在这个这一周当中 阅读当中 有些人悄悄问我 我们私信的时候 问我看的怎么样了 什么感觉 有的是看下去 有的看不下去 实话说呢 我呢是在看 大概看到头两个章节的时候 因为这个本书的名气很大 所以我说那我必须要看下去 但头两个章节的时候 看的有点莫名其妙 因为它比较散 但是说 刚刚我在这个 开始以前跟天儿在聊天的时候 我其实是在昨天晚上 才把这个书全部都看完了 看完以后 实话说 我很喜欢 这一周当中的 对一本书的这个变化 如此的这个起伏心情 喜好的起伏 还是第一次 给我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这个读一本小说 非常不一样的这个 阅读感受 所以我想呢 非常感谢这个 物界有价给我推荐的 这本书 因为我平常的这个阅读习惯里面呢 这种长篇小说是 不是经常会去看的 除非说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而呢像这种 是不是都已经要将近是 一百年以前的吧 90多年以前的这本这种长篇小说 又是前苏联的 假如说是没有读书会的 这个物界有价的这个推荐的话 我想我很难去把他这本书 拎出来来看 但是看过以后呢 然后再来搜了一下呢 发现这本书呢 不单是有书 也出了很多个版本 几乎的这个世界主要的这个语言 德语 法语 英语 日语 韩语 中文 基本上都有出版过了 那还有呢 就是他有电影版的 假如大家不想看小说 这本书确实很长 那还有呢 电视剧版的 电视剧版呢 是2005年 这个俄罗斯拍的 我看了一小段 至少在前一集当中的 这个和原著 还是极其的这个吻合的 很有意思 这本书呢 但是阅读完了以后呢 我发现这个作者 这个布尔加科夫很厉害 我们往往说 一个作者一本小说 有时候开了这个坑 后面也想特别长篇小说 在逻辑上非常的自洽 完整的把它捧回来 填坑填完 让你这读者不留遗憾 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那后来看了简介呢 布尔加科夫呢 是通过了12年的时间 才把这部剧著写完的 我看了 现在我看了一下这个聊天框 看完的人不是很多 那我就这样吧 我来先做一个第一个的这个分享 和大概把一个故事的更改呢 给这个 给后面的分享者呢 做一个铺垫 那么 免得假如说 故事大概内容都不知道的话 可能 所有们听起来呢 会觉得 有些 有些奇怪 我大概来 给大家来说一下 给大家做一个 简介吧 我就不打算写了 因为 我就直接去 去说吧 这本书里面当中有一段 这类似的话 我把它稍微 但是不是 这不是原话啊 他说是 这个 作为今天 我看了这本书的时候 我 我这个 内心所想 其实书里面呢 是到最后一章的时候 才把这个 作者的一个名义 把它写出来 您 你究竟是谁 回答是 我是那种 力量的一部分 总想作恶 却总是行善 很有意思啊 我到后面 我再来慢慢来讲 这本书的这个 陈书 其实是写的是 1930年的 这个苏联 它其实用三块部分呢 把它来进行了 这个 交织和这个编织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 这个主线是在哪里 或者他到底想说什么 确实是让人 有点摸不着头脑 只有到最后 你才发现 所有的线编起来了 编成了一股 粗粗的一个辫子 那么 它有三个场景 一种呢 是在写这个 1930年 这个当时的这个苏联 其中里面写了 有很多的 关于这个 苏联的这个文联 这个莫斯科文联 他们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发展场景 书的一开始呢 就是讲了这个 文联的这个官员 和一个叫流浪者的 一个一万这么一个诗人 两个人的对话 而他们两个 在对话的过程中呢 因为要求 这官员要求 这个诗人写诗的时候 要求要把这个 因为他们不相信 有上帝的存在 要求说你们要写成 无神论者 因为他们 所以一定要知道 我当时我看到 他的背景是1930年的 那么那个时候呢 是在斯大林的这个时代 那么 对于这个言论上面的管控 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 所以 书里面有大量的篇幅呢 介绍那个时代的人 关于分房子 这里面很有意思 这50号住房 后来是这个魔鬼撒旦 住了进去 那对于大家 在这个第一章的时候 这个文联的官员 被这个电车给 把头都分了家 死掉了以后 在两个小时之内 他的这个住处的管理员 就大概收到了 三十几封的这个申请 要求分房 这个就是跟我们以前的 中国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单位分房一样 描绘了那个时候 大家的这个一些的生活状态 同时呢 他又用这个书中套书的 一个方式 书的书名大师与 玛丽特大师呢 写了一本关于本都 比拉都的这个 两千年前耶路撒冷的 一个犹太的一个总督 罗马的一个总督 住在那里做成犹太王的 这个当时他如何 因为想保住这个耶稣啊 但是呢 没有保住他 把他给给最后不得不公民 这个大会决议把他给处死了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故事 当时呢 作为一个书中之书来穿插的 同时呢 还有一个别岸世界呢 就是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 撒旦带着一只会说话的 这个猫 一只黑猫 特别 特别引人注目的啊 还有一个红发獠牙的助手 当然还有一个全身这个 总是赤裸的一个女仆 带着他一些仆人 来到了1930年的 莫斯科 莫斯科 所以呢 他把这三个故事呢 把它穿插在一起 那当时这里面的一个主线呢 是讲了 玛格丽特是一个有夫之妇 但是呢 他深爱这个大师 这个大师就是写这个2000年 这个耶路撒冷耶稣故事的 这么一个作家 但是由于这个作家的这个 写作的这个方法 因为他是认为是 写的耶稣的故事 宗教的故事 是不符合1930年 从苏联的一些 当时文联的一些要求 所以他的作品呢 一直被这些批评家们压着 无法来进行发表 那么他呢 非常的郁闷 但是玛格丽特呢 是极其的爱这个大师 这里面有一个纯洁 纯洁的这个爱情故事 非常美好啊 今天我们又是情人节 那同时呢 这个玛格丽特呢 为了救他的这个情人呢 愿意成为这个撒旦的 舞会上面的一个女主人 那么以此呢 为代价呢 就是说你这个 要把我的这个情人大师 给救回来 大师呢 因为写这篇小说呢 被这个 其实是被他的这个邻居啊 因为想要霸占他的那个住房 把他诬告啊 让他 最后他进了精神病院 所以通过这么一个线索呢 来这个 来把他交织在一起 简单说法呢 就是后来因为参加了 这个撒旦的舞会 那撒旦舞会这段描述啊 非常的 魔幻 刚刚前面天儿放的音乐 是特别匹配 让我一下子带倒了 那个场景 那么后来呢 就算是如此呢 最后呢 这个撒旦呢 把这个大师呢 还给了这个玛格丽特 但是他们俩的要求呢 是我回到他们原来的 这个地下一层的 这个叫地下室 但是把他焚毁的这个书稿呢 又给他复原了 但是最终呢 还是撒旦呢 还是对这个玛格丽特 感谢他成为这个王后啊 舞会的王后 给了他们两个人平静 没有让他们上天堂 非常有意思 他用的词很准确 并没有给他们光明 但是给了他们平静 其实就是用毒药 后来他们毒死了 当最终呢 他们还有一段这个描述 是说他们回到这个地狱的过程 和这个大师 在他们这个灵魂 跟随这个撒旦 这个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呢 他在他的这个过程中呢 他也释放了他的小说里面的 这个比拉本都 比拉本都 把他呢就是这个 耶路撒冷这个犹太之王呢 因为他一直在 活在小说里面 他一直懊悔着 把这个耶稣给猝死了 那么 所以呢 他一直在纠结着 在这个过程中呢 大师呢 也把他的小说当中 这个主要人物 释放给他的他自由 那么撒旦呢 也给了大师和 马格丽特的一个自由 所以大概完结来讲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结构 用这种三种方法来进行 这个三个故事来进行穿插 时间也穿插的很久远 所以这里面有这个叫宗教的 也有当时这个苏联的白色恐怖时期的 这种描述 当然当中还有很多基普的当时 就是说乌克兰遥远的乌克兰那些神话的 在这里面的一些表述隐喻和穿插 内容极其的这个丰富 所以并不是真的是一句话两句话 能够讲得清楚的 很有意思的就是 往往我们说一部神来之作 往往是这个作家的毕生的这个心血 或者说他自身对世界的一些感知 那么大师与马格丽特呢 也是如此 这里面所以一定要介绍一下 这个布尔加科夫的这个世界 那么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这本书 布尔加科夫是1891年 这个出生的 他家里面的父亲呢 是这个神学院的相当于要到副院长 这么一个级别 但是他是在基辅大学学习 而是学医在医学院里面毕业的 毕业以后呢 他还曾经去从当过一段的时间的这个军人 1919年的时候 七一呢从事文学创作 但是文学创作呢 他非常喜欢讽刺文学 但是讽刺文学呢 就一直没有得到过这个当时的主流的这个文学界的啊 不管是官方的还是这个私下的文学团体的任何 所以这一块其实在书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体现的 所以大师玛格丽特大家都认为这个 其实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 这个其中这个大师其实就是指的他自己 布尔加科夫 他当时不被这个文联所这个叫接受 那么而且特别是在1925年以后的这个苏联的这个文联 就是说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 就假如说你不是文联的苏联文学的这个文学注册的 那你就不能算作家 你是不能够随便写作的 更不要说想发表了 所以当时是一个对言论自由是极其管控的这么一个时代 就除了就有牌照的作家写的这个文章才能才能够发表 才能算是作家 才能算是文学创作 其他的人一概都不是 所以其实这个布尔加科夫在生前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 是一直没有得到主流社会和其他人的这个认可 但是呢 他因为当时是上了学 在1910年20年的时候呢 写了一个就是白 写了一本书叫白军人 后来把它进行了一个改编 得到了斯大林非常好的这个高的评价认可 所以当时他没有办法呢 所以就只好去 1930年的时候他给斯大林写过信 说是你能不能 你们既然不能发表我的这个这个讽刺性的文学 我身体又不好 能不能让我出国 因为那个时代的时候 苏联人是不允许出国的 所以但是呢 也没有得到放行 但是呢 在大清洗的时候 因为他是这个很好的剧作家 曾经写过青年斯大林 所以他呢逃过一劫就没有被这个 就没有被清洗还算好 所以但是持生以后呢 他就一直在莫斯科呢 在这个剧院里面 创作了大量的这个叫 这个剧作 在这个莫斯科的大剧院里面 去演出 直到1940年去世 那他呢 很小的很早的时候 第一任妻子是在 好像只有15岁还是多 就跟他结婚了 然后后来呢 他又有第二任的妻子 那么第二任的妻子呢 就是这个书里面 这个大师与玛格丽特 这个玛格丽特的原型 所以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呢 玛格丽特呢 一直给了他 就他这个第二任妻子 给了他非常多的这个帮助 让他写完 这一本这个大师与玛格丽特 曾经在1930年的时候 他把这个30年的时候 把这个书稿就全部焚掉了 就放在壁炉里面 和这个这本书里面 所描述的这个大师 写他的这个 把他的书稿 写耶稣的这个书稿 全部给焚烧 是一模一样的场景 非常有意思 几乎是把他在生活当中的 这种不如意啊 他创作的这些艰难困苦呢 用一种魔幻的方式 和魔幻显示主义的方式呢 写到了这本书里面 一到他1940年去世以后呢 他在后来的这个言论逐步 稍微开放一些 他的书稿才会慢慢慢慢被挖掘 那这一本大师与玛格丽特呢 是1966年出版的 但是后来呢又进行增添 删减最终的完整版 是1975年出来的 所以整体来说 通过我大概介绍一下 这个波尔加科夫的这个世界的话 可以看到他是和这个书里面 大师和玛格丽特的这个原型 是非常非常像的 还有一个可以给大家一起分享 我也是后来找资料的时候 有看到他用着玛格丽特很有意思 据说玛格丽特这个名字是 法国的时候的这个 中世纪的时候一个玛格丽特女王 而她呢是非常喜欢文学的艺术 所以大家都认为 这个两任玛格丽特女王 都是对于作家呀 剧作家音乐啊 文学创作者呢 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受到迫害的时候 她有很开放的这个叫思想 所以后来慢慢慢慢这个西方呢 就把这个玛格丽特这个名字 稍微有一些这个神圣化啊 就是他是与爱和这个善良的一个标志 同时是对文学是有一个保护的 这么一个半女神的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在书里面呢 玛格丽特也保护了这个剧作家 大师同时呢 是在他这个这个撒旦的舞会的当中呢 他充满了这个爱心 最终撒旦问他你有什么要求的时候 他要求撒旦去释放一个 把一个孩子给杀死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恶人 让他能够心灵得到平静 所以他是充满了关爱的这么一个女人 所以这里面 曲玛格丽特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里面很有意思的就是说 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看到了和往常其他的这个文学著作 或者说是以这个基督教盛行以后的 这个欧洲大陆的主大陆这半边的 这个他们的一些道德观啊 和一些和说北欧的神话传说啊 或者说东方的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同 因为这里面讲的这个苏联 所以他里面用的很多隐喻和很多的这些 这个神话的故事里面呢 他们都有这个基普大公国的 当时的一些基普神话的一些影子 比方说这里面 玛格丽特这个 飞了起来啊 从自己的窗户里面 飞了起来 还有他的 拉加萨他的仆人女仆 都是涂了那个 这个撒旦给他的膏油 然后才 才生清如燕 然后再加上一个 扫把啊 并不是西方所说的那些扫把 然后能够让女巫飞起来 那么他们其中就有这么一个故事 是说每年的神话传说是4月30号 这个女巫们会聚会啊 大家这个 但是要涂了膏油以后 才能够生清如燕 才能飞起来 才能拿着条走啊 就飞了起来 所以这个 这个是他们一个 当每个国家的这个神话 都会有所不同 第二个呢 就很有意思的 就是当时的以前 那个时候的这个基辅 或者说是乌克兰 他们又信奉基督教 或者说是东正教 主要是 又呢 信奉多神教 他们最早以前 这个基辅传说里面 也都是像这个北欧神话一样 像这个希腊神话传说一样 都是这个多神教的 所以这个里面呢 他们又是这个 这两个教义都是并存的 很有意思就是 假如我们往前面去翻他的一些资料 我发现他们可以这一面是这个叫 主基督 这个耶稣的这个圣像 后面呢 又能够是什么雷神啊 电神啊 一些其他的一些像 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一个文化背景 而且他们的文化背景和认知当中呢 没有绝对的散 或者说绝对的恶 就是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他认为这个散和恶都是相对的 他是这个圈的两个的这个叫结合体 这个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反过来讲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当时有一段时间 这个这个大家对俄罗斯的啊 对托尔斯泰啊对他们的这些人的这些文学艺术创作都充满了这个觉得充满了神秘感啊 都觉得非常的是有深度 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没有绝对的和善和恶 当一个事件他没有绝对的时候 那么他也就充满了多样性 那文学创作也给了他们更多的这个空间 所以人物啊故事啊也许更加的这个丰富啊 这个是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充分的这个体现 因为往往我们都会以正面的上帝啊天使啊拯救人类啊 拯救你们的这个叫 调整你们不正确的道德观啊价值观啊 而这里面往往他的反过来他是以这个撒旦为主的 一开始好像很血腥啊 马上上来他就让这个人预言他会死掉一天之内 一个小时之内他真的就死掉了 好像血淋淋的 但是后面的这个撒旦对玛格丽特呢 为了这个又对他的对这个大师的爱呢 好像又充满了崇敬啊 那个调皮捣蛋的这个大会讲人话的黑猫 都对这个玛格丽特也是尊敬有加 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呢 他是用黑暗反过来写光明 非常有意思 我本来想找一下他们 我看到这个叫好像是台湾版的书里面 是有这个撒旦舞会的插图的 但是我们这个微信读书这个版本里面没有 据说这个德文版的和俄罗斯这个原文版的 这个插图呢会更加的这个漂亮 大家有机会呢可以翻出来找找啊 我因为没有找到 这个是在书的最终的这个结尾啊 这里面是我找到了一个动画的这个就是撒旦 这个就是针对大师与玛格丽特的这么一个 一个动画片的一个这个前面的一个像海报的拼图一样的 那这里面就是他的黑猫啊 然后他的这个叫水宠 在最终的书本的尾声的时候 撒旦和这个耶稣的追随者有这么一段对话 说你一定是相信这个相信只有光明吗 然后呢他和他的这个原文的对话是这么说的 他说照你说你似乎不承认影和恶的劳驾 你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不存在 不承认恶和影 劳驾这里面少一个逗号 劳驾 你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不存在 你的善有什么用 如果地上的影子都消失了 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引游物和人而生 例如我把剑的影子 凡树木和株生物皆有影子 难道你妄想拨光地球 扫出一切树木和生物 去欣赏一个光秃秃的世界吗 你真的是愚蠢吗 所以这个书里面在最终的时候 是通过大师的这句话 点名了这个作者的最终的一个 对于善和恶的当中的一个想法 他认为善恶都是这个相对的 那么同时呢 又在这个过程中呢 又非常用极细腻的笔触呢 歌颂了这个大师和玛格丽特 他们这种纯洁的这种爱情 能够拯救一切 甚至于是在这个撒旦的舞会上的时候 玛格丽特当时只是作为一个涂了油高的 涂了一个香膏的一个凡人 但是呢 撒旦舞会上那些所有作恶的 颠覆国家的 杀害父母的 杀害孩子的 杀害丈夫的 都是一些杀人犯 无恶不作的坏人 从那壁炉里慢慢出来以后呢 他们都匍匐在这个清文 这个玛格丽特的膝盖 因为它是善良和爱的这个象征 所以在这里面又用一个隐喻呢 把一个这个爱呢 又放在一个光明 又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面 所以这本书真的是让你带了非常非常多的疑问之后呢 最终呢 在书的大结尾的时候 帮你把所有的问号呢 都给你变成了一个句号 当然又可以有引发你无限的这个叫深思和思考 的确是一部非常非常棒的小说 我一直到昨天晚上看完 我才敢说这个话 前面我一直看的是云里雾里的 非常非常感谢这个物阶有价的这个对这本书的推荐 他呢因为看了更多遍 所以我想他的理解呢就更深了 我呢只是在前面呢 炮砖影域呢 给大家把一个故事的更改和作者的背景呢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以便我们后面更好听这个物阶有价的给我们的分享 好那物阶有价请我给你做好了铺垫了 你好悠悠大家下午好 Happy Valentine's Day 这个这本书的内涵实在太丰富了 我觉得就是说即使我已经完整的看过一遍 然后又重读一遍 我得到的还是只是皮毛 但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我的题目是在专制强权的统治下 个体如何生存 1891年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作者布尔加科夫 生于俄罗斯帝国的基辅 于1940年48岁时辞世 生前曾有过三段婚姻 1914年一战爆发 他刚从基辅大学医学业毕业 便立刻参加野战医院的工作 不久即获优秀医生的称号 1917年的十月革命又爆发了 在这短短的几年中呢 战乱使乌克兰的这片土地 不断更迭着比特留拉 邓尼金 盖特曼 德国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旗帜 动荡的局势以及故乡的巨变 极大的刺激着布尔加科夫的心灵 令他充满疑虑陷入惶恐痛苦之中 1919年 布尔加科夫前往高加索 开始了文学生涯 成为当地极有影响力的 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 1921年为寻找弟弟 他又前往莫斯科 并想要一展才华 他边做杂工边写通讯写小品 渐渐的他的特写短篇小品 引起读者重视 他的作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犀利的笔风 幽默的风格和深刻的心理掌控力 之后呢 他到汽笛报工作 这里有许多活跃于苏联文坛的重要人物 他也先后发表了讽刺小说 《群魔乱舞》 长篇《白魏军》和另一部重要的小说 《不祥的旦》 白魏军被改编成话剧 在俄国最具权威的小艺术剧院连演数月 每周三场 场场爆满 另一部戏在瓦赫坦格夫剧院公演 史无前例的连演两年 还有一个剧本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布尔加科夫已成了家与户晓的剧作家 然而 随着政治气候的发展 以及苏联文坛极左思潮的泛滥 布尔加科夫的讽刺作品被扣上了 对苏维埃制度恶毒攻击的帽子 接着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受到了批判 针对他的批判文章 最后累计 近达298篇之多 他也成了敌对势力在文学界的代表 而占据文学领导岗位的岗位派人员 则动员了全部力量 把意识形态的斗争 变成了宗教裁判琐事的 对异端分子的政治迫害 从此 布尔加科夫的剧 一个接一个的被撤下了舞台 他的作品也不再被发表 甚至连基本的生存也受到了威胁 直到斯大林亲自过问 他才得到了一个 莫斯科艺术剧院助理导演的职位 布尔加科夫当代题材的创作 就这样被结束了 虽然无奈 痛苦 但他在剧院里又编又倒又演 是一个全才 当师与玛格丽特持续写了十年 八亿起稿 哪怕他重病再生 也常常与卧榻口述 而有其期纸笔记录 在帮他完善手稿 直到他临终 也没来得及完成清稿便离开人世 直到1966年 这部20世纪俄国文学 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大师与玛格丽特 才终于得以发表 国外对这部剧著的反响也空前热烈 很快就有各种不同的文字的译本问世 这部小说思想内涵极为丰富 写作手法赋予创新 故事体系庞大 人物众多 主线支线繁杂错落 以致俄罗斯和国外学术研究界 解读它三十多年 至今仍未有定论 仅在1992年以前 俄罗斯对这部小说的研究著作 就有四十余部 论文四百余篇 甚至还形成了一门新的专门学科 布尔加科夫学 本书以诗人一万为主线 带出魔王沃兰德及其随从 到莫斯科考察人间的情节 本该是邪恶化身的魔王使出魔法 让莫斯科的人和物都产生魔幻的变化 首先魔王就让文学杂志主编 百余兹打嗝时 觉得心脏蹦的一跳 下沉不知去向 随后又回到原处 让他突然感到一阵巨大莫名的恐惧 让他想拔腿就跑 想要逃离 让他有见鬼了的感觉 然后魔王又预言百余兹 要被人断头而死 预言一万要亲自去精神病院 咨询精神科教授 接着诗人果真就目睹了 百余兹的人头 滚落马路的惨状 诗人的脑子都被搞乱了 诗人认为百余兹的死 与那位教授 也就是魔王脱不了干系 于是全城都被卷进了 捉拿凶手的活动中 而魔王一会儿让巨宴下起卢布雨 一会儿又在公寓开启 撒旦大会 凡人抹上磨油 都会变成会妃的女妖 被莫斯科的种种乱象 搞得精神分裂的一万果真就道的精神病院 在那里 他邂逅了一位自称大师的人 大师是历史学家 翻译家 精通五国语言 因为中了大奖 便丢下博物馆的公职 着手写作 关于本丢比拉多的长篇小说 希望能写出一部旷世名作 谁知因此惹来祸端 只能躲进精神病院 大师是痛苦的人 因为他遭受迫害 创作的小说不能发表 还惨召批评家的攻击 但大师呢 又是幸福的人 因为他有一位长相甜美 长相最甜美 心灵最高贵的女子 深爱着他 然而 然后他们在魔王的帮助下 得到了永生 而诗人伊万也在这个过程中 逐渐从一个没有思想 随意迎合潮流的三流诗人 蜕变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 愿意展示真理的历史和哲学研究员 从人格到心灵都完成了智的飞跃 在描写现实主义这一主线中 本书又隐含了三条虚线 布尔加科夫一边用搞笑夸张的手法 刻画出莫斯科人的盲从 另一边又用冷峻的笔墨 描绘了大师与玛格丽特之间的真情 同时呢 还没忘记用幽默讽刺的笔调 描述了魔王主宰的世界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条历史与传说 交融的支线在并行 通过大师所创作的小说 描写了罗马帝国的犹太总督 比拉多审判必猝死约书亚的故事 约书亚在小说中既是耶稣的化身 又是善意的使者 尽管比拉多内心希望 借着庆祝伟大逾越节的机会 让约书亚获得自由 但迫于政治压力 还是不得不猝死的约书亚 为此 比拉多试图赎罪 但逃脱不了 一千九百年来的良心的折磨 第一次读此书的时候 我被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所惊艳 本书充满激情 极具魅力 从多方面多层次给我带来了冲击 当时最大的感受是 终于明白为什么要用魔幻的方式进行写作了 我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现主题 作者本身的个性特征和思维方式 是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可以假设一下 列夫托尔斯泰是否会用这种轻松活泼的形式 去表达他的思想呢 布尔加科夫在本书中 有多条叙事的逻辑线 跨越不同的时空 既有现实的描写 更有超现实的刻画 时中待虚 虚中有时 而在不同的情节线中 他用了不同的语言模式 去展现人物的形象 比如在第一章 千万别跟陌生人交谈中 布尔加科夫用了许多短句和对话 去推进情节 对无关紧要的细节一笔带过 而对人物的形象却琢磨颇多 像百辽兹 百辽兹是四十岁上下 穿一套灰色下装 白个子 深头发 深色头发 养得白白胖胖 但已秃顶 一手脱线饼似的 拿着一顶很考究的礼帽 光刮得金光的脸上 架着一副特大号 角质黑边眼镜 百辽兹是莫斯科最大的作家协会之一的 理事会主席 现任某大型艺术杂志主编 也就是说 他是个大权在握的人 他的权力对布尔加科夫来说是巨大的 他可以禁止布尔加科夫们发表作品 他还可以组织力量 对他不喜欢的布尔加科夫们进行批判 给他们扣上大帽子 不让他们吃上饭 甚至还可以让他们去坐牢 被清洗 而百辽兹们呢 却拥有高级食堂 和温泉疗养所 为他们提供高雅的生活享受 所以百辽兹被养得白白胖胖 甚至他的礼貌和眼镜都闪耀着金钱的光芒 对诗人伊曼的外貌描写 这是年轻人 欢肩膀 盘万的火红头发 后脑勺上带着顶方格鸭舌 歪戴着一顶方格鸭舌帽 身穿格子牛仔衬衫和皱巴巴的白色长裤 脚凳一双黑便鞋 诗人伊曼是年轻的 幼稚的 不学无数的 连歌剧福士德也没听说过 但他在莫斯科的主要杂志上 发表过诗歌 颇有点名气 所以他的外貌描写 必体现出他的活力和随意 他外戴的帽子又暗示了他的反传统 由于知识的缺乏 人云亦云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所以他在奉命写一篇反宗教题材的长诗时 他只用很短的时间就能把诗写好了 在描写本丢比拉多这条支线时 作者的语言模式就转变了 在布尔迦科夫写道 布尔迦科夫写道 总督平生最讨厌玫瑰油的香味 偏偏这种香味从浮小洗 就叫得他心神不宁 看来今天是个不吉利的日子 样样东西都是不祥之兆 起调就很沉重了 作者接着写 玫瑰味是花园里的柏树和棕榈树散发出来的 而且这股该死的气味 又跟味对的皮装具和汗水的臭味混到了一起 这些语言都暗示着将要发生可怕的事情 把读者的心先紧张起来 在氛围上进行轰托渲染 接着作者又用了很大篇幅的心理描写 去描绘比拉多对头痛的心理感受 更加重了悬念 为什么手握重拳的人会如此头痛 是生理性的头痛 还是即将要面对的事情令他头痛 这是一件什么事情 连位高权重的人都无计可施 在这一条支线中 布尔加科夫还用了许多环境的描写 来呼应比拉多的心理感受 整个基调都是诚实而阴暗 而在写到大师与玛格丽特时 布尔加科夫却又那么细腻 那么温婉 那么复杂 他手里拿着一束玫瑰 他颜色很讨厌 令人心烦意乱 鬼知道那叫什么花 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莫斯科最早见到这种花 他穿着黑色春大衣 衬托的那束花格外显眼 他居然拿着黄色的花 难看的颜色 在这语无伦次的话语中 衬托出一个坠入情网的痴情汉 来痴心妄想 但我向您保证 他只看见了我一个人 他不安的 甚至像是痛苦的看了我一眼 他有惊人的美貌 而更使我吃惊的是 他那样的眼神 其中流露出内心异常的孤独 是谁也不曾见的 在这段充满激情的描述中 逻辑消失于无形 理性让位于情感 正话反说 体现出大师对突如其来的爱情 手足无措 无法应对 既害怕得不到 又不甘心失去 所以他去否定花的颜色 就是去否定爱情的到来 可是他又其实非常渴望爱情 并又再次去否定花的颜色 来捍卫自尊 但他很快就感受到女子的孤独 而正是他体会到了女子的孤独 让大师提升了他的爱的胆量和勇气 因为他们都同样孤独 在布尔加科夫描述 沃兰德所掌控的莫斯科时 语调使欢快的 滑稽搞笑又夸张 让人有一种有好戏看了的感觉 沃兰德在进行魔法表演时说 问 莫斯科的居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吗 帮不仁插话说 这是外国演员在赞美莫斯科的技术进步 赞美莫斯科人 魔法师反问 难道我表现赞美了吗 根本没有 他的随从说 这个人为什么要那样说 他不过在撒谎 祝贺您 撒谎金公民 此时 楼座上传来了黑黑的笑声 在一个不能讲真话的地方 揭开谎言 令人多么痛快啊 围绕全书的还有对大师所写小书的批判 当大师投稿后见到了编辑 编辑问是谁授意他用这种奇怪的题材 创作长篇小说 还说他个人不能决定可否出版 要请编委会的其他成员过目 双眼斜向鼻梁 经常撒谎的年轻女秘书告知他 出版 暂不已考虑 之后批评家阿里曼写了一篇文章 敌人在偷袭 警告众人他及大师 他试图把颂扬耶稣基督的护教论 通通塞进 偷偷塞进出版中 接着报纸又有一篇文章 提出要狠狠打击比拉多主义 大师的这些遭遇 其实也就是布尔加科夫的遭遇 在现实社会中遭遇的失败 布尔加科夫在小说中得到了补偿 并且得到了升华 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写作技巧 有着独特的好处 那就是在现实中不能说 不敢说的话 可以用魔幻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布尔加科夫短暂的写作生涯中 只有开头的几年 他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创作才华 1930年后 他已经完全无法触及当代的题材了 被边缘化了的他 却仍然坚持创作 只是改变了形式 改变了风格 在小说中 他是王者 他有自由处置角色的权利 文联主席百辽兹为什么会死于非命 百辽兹是个满腹经伦的人 为人非常机灵 可是他为了手中的权利 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享受 他可以放弃信仰 不需要遵循任何道德准则 所以他的死可以代表着 是权利的终结 是无耻的终结 是谎言的终结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伊万 虽然伊万在年轻时盲目追随权利 追求名誉地位 但他良心未明 能支持而厚勇 终于能抛弃过往的盲目自信 脚踏实地地认真学习 脱胎换骨 终有所成 在布尔加科夫对伊万的 这一形象的塑造中 显示出作家性格中乐观的成分 依然存在 伊万的转变 预示着作家对未来 仍是抱有希望的 作家出写此书之时 作品被尽 他愤而稍稿 1931年又重新开始 36年已基本完稿 之后继续修改 一个托着病体 于卧榻之上的人 临终仍在修改其文稿 生活于他已无任何荣耀 连自己的爱人都难以保护 可他却仍然记得 要让伊万有个更好的未来 在读此书的时候 发现对此书的认识 又多了一点点 那就是关于耶稣基督 关于宗教信仰 当百聊资要向诗人证明 根本没有耶稣这个人时 魔法师沃兰德出现了 百聊资说 毕国多数居民早已自觉的 不再相信上帝存在了 人类自己来主宰人生 沃兰德却提醒他们 请注意 耶稣是存在的 乌尔加科夫为什么要说 耶稣是存在的呢 在本丢比拉多与约书亚 及耶稣的化身的谈话中 比拉多的态度是逐渐转变的 起初约书亚称呼他善人 他以为约书亚在讥讽他 而让约书亚挨了一顿打 因为整个耶路撒冷的人 都在议论说 总督是残暴的怪物 当总督知道约书亚 是个无父无母 居无定所的流浪汉 还懂希腊语时 开始用一只模糊的眼睛 顶住犯人 用希腊语来问话 在得知约书亚 没打算过捣毁圣殿 也没唆使过任何人干这事时 是别人弄混了 约书亚的话 总督是用两只病奄奄的眼睛 一起费劲地盯着犯人的 当总督用平和而单调的语气 告语约书亚不准装缝卖杀时 内心其实是有了些许的怜悯 当他接着听犯人的陈述时 一面却苦恼地回响 为何在一个烈日暴晒的耶路撒冷的早晨 一个被打的鼻青脸肿的犯人 要站在面前 总督内心的怜悯更在加剧 约书亚说 真理首先是你头痛欲裂 碰得你怯懦地感到想到去死 不幸的是你这个人过于闭塞 对别人彻底上失了信任 听了此话 性格暴躁的总督 却说要给约书亚松绑 总督是敢于面对真理的 和总督敢于捍卫真理吗 约书亚说 世上并没有恶人 做坏事的人其实也是个不幸的人 自从他被别人所害 他就变得残酷无情 犯人甚至说 约书亚甚至说 如果他能有机会与坏人谈话 坏人一定会变成另一个人 听了约书亚所说的 头痛欲裂的比拉多 头脑清楚如是重负 总督比拉多甚至已经想好了 解救约书亚的叛死 很可惜 要治约书亚死罪的另一件案子出现了 因为约书亚网易朝政 并被叛徒犹大出卖 而约书亚还称犹大为善人 约书亚的话是这样说的 一切政权都是对人的暴力 将来总有一天 无论是凯撒还是别的什么政权 统统都不存在了 人类将进入真理和正义的王国 根本不再需要任何政权 在约书亚预感到大祸降临时 居然为犹大而担心 生怕犹大会遭遇不幸 非常可怜他 总督憎恨叛徒 同样憎恨约书亚的与恶为善 当他被迫要做出 处死约书亚的决定时 他有了一双不满血丝的红肿眼睛 是什么让总督的立场发生改变 使约书亚对善意的执着 即使对加害于自己的人 约书亚仍要以善念去面对 同样的 当布尔加科夫屡遭迫害时 也是他的宗教信仰在支撑着他 他放下了仇恨 以爱和善意面对谎言 丑恶与威权 哪怕他的作品致死也没得到出版的机会 他对人类依然抱有希望 乌云只能短暂闭日 艳阳终会普照大地 我想这些就是一个在强权统治下的一个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而同样有与他相似经历的呢 是肖斯塔科维奇 著名的音乐家 在1936年 斯大林去看他的歌剧 西姆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时 中途退场 之后 真理报就发表社论 他被当局招去审问 因为当时许多音乐家 艺术家在那个时代莫名其妙的消失 所以他断定自己要被逮捕 他不想让妻子和不到一岁的女儿看到他被捕 所以他每天晚上都拎着箱子 在电梯口抽着烟等人来抓他 12年后1949年 他去纽约参加国际和平会议 宣读苏联当局为他准备好的讲稿 像机器人一样当了政府的船身头 并公开批判他所崇拜的作曲家 斯特拉文斯基 还被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尼古拉斯 纳伯科夫百般质问 极受羞辱 有人把他 把肖斯塔科维奇与苏尔仁尼琴相比 认为苏尔仁尼琴是英雄 而肖斯塔科维奇是懦夫 但是 在他所处的情况 他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懦夫 在他成为懦夫的同时 他又利用 成为懦夫的间隙 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 还有 帕斯吉尔纳克 他写了小说 《日瓦哥医生文明于世》 但因为此书 批判了苏联的体制 长期被列为禁书 即使在195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由于苏联众多舆论的反对 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汇集 他只好拒绝领奖 致电写道 鉴于我所属的社会 对我被受奖所做的解释 我必须拒绝领奖 请勿因我的自愿拒绝而不快 他后来在痛苦与孤寂中 度过他苦难医生中的最后两年 后来 他写告 当我写作《日瓦哥医生》时 我时刻感受到自己 在同时代人面前附有一笔巨债 写这部小说是试图偿还债务 当我慢慢写作时 还债的感觉一直充满我的心房 多少年来我只写抒情诗或从事翻译 在这之后 我认为有责任用小说讲述我们的时代 同样的我们也记得木星 木星的故事 但是我想读书会的各位也都很熟悉了 有一位作者叫徐晓 他说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笔 记录下你所处的时代 所以我想 不管在任何制度下 我们每一个个体 都可以找到我们最好的生存方式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 好的 谢谢吴杰友嘉 做了非常充分而详细的介绍 以及他的感悟和分享 我不知道大家听后是什么什么感觉 假如说是还想再继续看这本书 可以搬出来看看的呢 可以或者说有感受的呢 可以在聊天框里面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互动 这本书呢 的确就如吴杰友嘉所说呢 他的这个涉猎的内容啊 太多了 你想要看爱情这里面有 你想要看悬疑这里面有 你想要看魔幻这里也有 你要想看这个宗教 甚至哲学的思考这里面有 因为这个魔王和马太啊 是在山上就 刚刚我讲的有一段这个对话里面 马太是代表了这个耶稣啊 他跟这个奥兰德就是魔王啊 说这个撒旦说 你把这个大师放走吧 赐给他安宁 但是 马太说不行 就是我的主人其实就是上帝啊 说是不行 我不能给他 他不能够得到光明啊 他应该只能得到安宁 我在网上看到这一段话的对话 说是这段话 饱含生意 就如前面吴杰友嘉分享的时候说 甚至于有这一个 布尔加科夫学派啊 专门来研究他的 就像我们中国现在 有专门这个红学啊 当时是说那为什么呢 后来有人分析 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 是说这个大师或者说 布尔加科夫事实上 他是不相信上帝的 然后不相信上帝的话呢 他不能够达到天堂 不能得到这个光明 但是呢 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敢说真话的人 所以呢 他们呢 应该得到安宁 所以光明和安宁 在这里面还是有所区别的 所以在这里面的这个书里面 有非常多的这种类似的隐喻 还有比方说和我们女士相关的 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场景 就是刚刚乌介尔加有分享的 魔王当时是以这个魔术师的形式 到了这个马戏团来这个去表演 除了这天上下这个卢布鱼以外呢 还有一个细节非常有意思 里面描写 就是说在座的女士 你看我把巴黎的这个整个这个 一条街我都拿过来了 有各种的鞋帽珠宝首饰都有啊 衣服 你们可以用身上的衣服以旧换新换新的 一开始大家不肯 后来呢 有一个勇敢的女士站起来以后呢 陆陆续续大家都去穿着崭新的衣服 漂亮的这个叫帽式和这个叫珠宝啊 还有鞋子啊 看看 每个人都这么换了以后 哎呀 女士们都疯狂的冲上台 甚至有男士说 我的太太是生病了 她没有办法换 那我要是上学来帮她拿一套 啊 近乎于疯狂 所有的人都贪婪着 又旧的换新的漂亮的时装 但是呢 当这个 这个叫魔王这个表演结束了以后呢 外面的人真是能看到呢 就发现从剧院里面冲出来 大概两千多人都是光着身子的 啊 因为他们假如从头到尾换了一桩了以后 就身上等于是真实存在的 身上就是什么也没有了 而他们的这个 下下来的这个卢布宇呢 贪婪的人们去 去开销花销 后来到这个小吃俱乐部里面 这小吃俱乐部的这个 这个这个叫 经营者就发现收到的这个钱 最终后来都变成了白子 所以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魔幻 反过来呢 又在用这些案例呢 或者说这些事情呢 来隐喻 人们的这种本性当中的贪婪 凡是这些贪婪的 这个什么贪章王法的这里面 可以看到小说里面 魔王惩罚的 让他们出丑的 甚至于失去生命的发疯的 往往他们都心里面有着 无法诉说的一些贪欲和恶的成分 所以书里面在这些上面的描写呢 都比比皆次 到处都有把人性刻画的 入目三分吧 但往往呢 又会觉得略微的黑暗了一些 看的时候心情还是挺 虽然是笑着啊 但是你就有种酸楚的那种笑 或者说似曾相识的笑 特别是过来人 所以这本书是 到越看到后来我说的 还是非常的越是喜欢 有机会会像物解语家一样学习 能够再来再看一遍 当然我们读书会有非常多的 很棒的一些这个叫 这个创作者啊 他们有的是诗人 有的是这个爱写散文 大家写读诗歌都是 就是真是不输这些专业的 这个作家或者诗人 所以刚刚物解语家呢 他又从一些写作的手法 来给大家一些分享 所以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全面了 再次谢谢物解语家 那下面呢 我想请一下我们的金金 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金金 好的悠悠能听见吗 听见很清楚请 好的悠悠好 大家好 今天温哥华的天气 真的是这些天来少有的好 先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感谢悠悠的主持和分享 那也非常感谢物解语家的推荐 深情并茂的分享很全面 物解语家重视有很多 他自己的这个独特的见解 这本书呢 就是大石与玛格丽特呢 我差不多还有一点没看完 但是借助于大家的分享 还有电视剧电影 我一定要把它看完 那这本书大概是有26万字 我本人呢 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呢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 这个渝华为本书写的 这个导读 他那个导读 就把这本很复杂的书 就是他有对作品和作家 都有很好的介绍 对大石和玛格丽特呢 他被公认为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 俄国文学作品之一 作者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经典作家 他这个白银时代呢 指的是大概是 二十世纪1900年到1920年时期的 俄国文学 是相对于俄罗斯黄金时代 是19世纪 1810年到1830年 是以普希金为代表的 一大批诗人的 这个创作的优秀诗作 就是这样一个比较 19世纪20世纪 那他呢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他也是魔幻现实主义的 开山鼻祖 悠悠和吴杰有家 都有介绍 按创作时间来算 大师和玛格丽特 他比百年孤独的创作 早了26年 就他完成于1940年 但是由于很多的历史原因 和政治原因 直到1966年 他的手稿才被发现 就是一被发现呢 就是震惊世界文坛 被称为世界级的文学发现 布尔加科夫本人呢 就是 他只活了不到49岁 他的文学生涯和人生呢 也随大时代的变革而跌宕 他呢 就是是乌克兰人 我这一想到 这乌克兰和苏联的关系 在看这部作品 这个20世纪初期的时候 这个作家本人是乌克兰人 1891年出生于基辅 到了1922年呢 乌克兰成了苏联的一部分 布尔加科夫 他曾经是个医生 后来七一从文 俄国内战时期呢 他曾参加过白军和乌克兰民族军 就刚才悠悠在前面也介绍过 他写的这个作品叫白贝君 然后他就成了苏维埃作家 他曾经是当红剧作家 后来上了出版黑名单 然后一辈子穷困料到直到去世 他一生中最大的好运 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年 1926年他的小说 白贝君改编的戏剧 托尔滨一家的命运 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 引起轰动 那得到了斯大林的赞赏 说该剧显示了 布尔什维克无坚不摧的力量 但是次年呢 很快又遭到官僚文人集体 口诛笔伐 称他呢严重反对苏维埃 从此呢 他这个就是这部作品 就被禁演 而后舆论风暴也愈演愈立 那从此之后呢 作家的所有作品都 就都没有可能通过审查 1930年 就我觉得这 这个他跟斯大林之间的 这个互动啊 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 历史事件吧 布尔加科夫已经走上绝境 他就给 开始给斯大林写信 他呢就说 在我十年的文学生涯里 舆论界关于我的创作 写了301篇的评论文章 其中赞扬的只有三篇 恶意辱骂的有298篇 在苏联呢 我成了 就他自称 他说我成了 俄罗斯文艺旷野上 唯一一批文学恶狼 有人劝我将皮毛染一下 这是一个愚蠢的建议 狼无论是染了颜色 还是剪了毛 都绝对不会成为一只卷毛狗 就他很骄傲 但是又很卑微 他请求说 如果苏联不能使用 我的讽刺文学才能 就让我移民国外吧 如果不能呢 我希望得到莫斯科艺术剧院 一个助理导演的职位 到最后他还真的就 得到了这个职位 就他的那个请求都很卑微啊 这么一个著名的作家 请求当助理导演啊 请求当普通配角演员 或者当普通配角也不行 我就请求当个管制务的工人 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 那就请求苏联政府 以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 尽快处置我 只要处置就行 就看了我这个 觉得特别心酸 就是感觉这个 政治环境啊 对于作家呀 文学 从事这个艺术家呀 有的时候 也是前面 吴杰有家 也是例取了很多例子 包括木星啊 就是由于政治动荡啊 这些 这些作家 艺术家都 都是 个人没有办法 控制 掌控自己的命运 但是几天后呢 就是在他给斯大林写信后 他就接到斯大林的回话 斯大林就是 很坚决地拒绝了他 布尔加克夫的移民请求 他给了他一个 剧院助理导演的职位 但是呢 他实际上在 在创作上呢 仍然处于 就是被禁止的状态 就是你不就是 相当于前面 刚才悠悠也说 他到国外 到美国去 做这个 嘉宾 但是他读的东西呢 都是苏联政府 要求他读的 给他写好 你不能自己 说你想说的话 就是没有自由嘛 所以这本书一开始 就是说 没有自由 就没有文学 就是这样的禁止状态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 是极其痛苦和耻辱的 不过呢 布尔加克夫 知道自己 他明明知道自己 永无出头之日 却从未停止写作 因为写作于他是天命 他说作家 不论遇到多大困难 都应该坚真不屈 如果文学 是为了让个人生活 更舒适和富有 那这样的文学 便是一种 令人厌恶的勾当 大师和玛格丽特呢 是布尔加克夫的遗著 他的写作时间 历时12年 一共8亿起稿 布尔加克夫 从1928年开始写作 两年后呢 他得知自己 上了出版黑名单 他就将他的手稿 扔进了火炉 又过了一年 他又重新开始写 直到1940年 去世前一个月 才停止了写作 由于这是一本 无法公之于众的作品 布尔加克夫呢 就做到了毫无保留 直到 26年后 这部手稿 就是也就是1966年 因为他1940年创作的嘛 1966年 这部手稿才重见天日 他首先呢 是由法国的 巴黎的一家出版社 叫YMCA 不知道是不是 今天的这个 YMCA这样的一个机构 这个出版社出版的 最开始呢 是以连载的形式 他的连载时间 是从1966年 到1967年 然后出版了一个单型本 然后直到1973年 才出版一个完整版 他每次出版这本 他的这部 大师与玛格丽特 都被抢勾 就是就是抢勾一空 后来呢 苏联在这个之后呢 也出版了 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完整版 并且给了布尔加克夫 一个公正的历史评价 因为我一开始看这本书 确实也是 因为线索和这个背景的这个信息太多了 确实是有点不是那么清楚 那看了一些介绍 然后再就是收入我们悠悠 吴杰有架 这样分析 那就是说 我大概也看了一下呢 就是说他这个书呢 他其实是有四条故事线 就包括上天入地 纵横古今 他依次是 就是撒旦来到 就当代莫斯科的故事 还有这个毕拉多出世 耶稣的故事 然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故事 还有一个呢 最后一个就是一个 年轻作家的成长故事 就是这四个 故事线吧 是交错轮流出场的 就好像交响曲 不同乐章 轮流演奏 也呢 同时导致这个时空的 不断 跳转视角的不断切换 最后呢就是 最后他们就是 交织在一起 同声其唱 我还看了一个信息 就当时 就这本书 为什么前面说到他 每次出版都被抢收于 一空 就据莫斯科时报 他有个统计 就是 就是俄罗斯的服刑犯号 他最爱读的书 第一就是这本 大师和玛格丽特 第二 排第二名呢 是罪与伐 罪与伐是1866年出版的 第三名呢 是基督山伯爵 是1844年出版的 对 那前面悠悠也介绍 到了这部作品就是 物件有价推荐 好的 那我分享满笔 也期待其他事物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金金的分享 给我们补充了很多的信息 因为我发现这个金金的这个搜索能力极强 所以经常他这个看完一本书 能够给我们补充非常多的这个题外的 或者说是关于作者 关于背景 或者很多这个延伸的阅读 比方说他和斯大林这个通信的内容 这一块就真的是不知道 还有刚刚讲的监狱里面 居然他这个是No.1的这个 借阅的书籍 非常有趣 所以不管怎么样 经典是就是经典 在我们这个阅读的过程中呢 经典是值得人反复的去回味 反复的去阅读的 经过这无数百人 什么他还好啊 就是全球这么多人 这么多种语言的这个翻译过后呢 如今还是禁酒不衰 对于我来讲呢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苏联这个文学 前苏联文学的这种魔幻现实主义 非常有趣 比这个我自己感觉比百年孤独好读 百年孤独我是在边读 然后边看其他所有的评论啊 还有这个 当后来有YouTube 各种的这种书评以后 再结合起来反过去读 才把有一些细节看懂的 我觉得更加的这个 对于我来讲是有一些深色 但是大师与玛格丽特呢 读起来呢 可能有一些因为这个 一些时代背景啊 或者说一些 一些内容还是挺能够感同身受 所以还是非常谢谢 无界有价的对这本书的这个推荐 对于我来讲 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 好的 那谢谢金金姐 我们下面呢 请这个 张教卫 张教授的这个 来给我们进行分享 各位书友大家好 今天呢咱分享这本书呢 叫大师与玛格丽特 说实在这本书呢 我读了很多书啊 但是这本书我读的时候呢 特别压抑 特别压抑 但是呢情节又很引人入胜 那我相信刚才各位书友啊 他们分享的呢 可能把这个书的故事 应该都讲了 但是我呢 读的时候呢 我实求的说 我不大推荐 让很多人读这个书 尽管呢说黑暗呢 是这个社会的 现实的一个底色 这种魔幻现实的手法呢 他写的是一种 另外一种方法 特别是前苏联的作家 他以这种方法 来表达对社会的 这种看法 甚至是 痛斥吧 但是看起来还是去灵灵的 让人那种感受 你知道 就是非常 你可以 像看鬼片一样 所以我不是太喜欢 这样的风格 所以呢我有时候想可能 所以我就不是太推荐 但是呢我依然呢 是想把它看完了 看的过程当中 有些看的 我特别压抑的时候 我用非常飞足的过去 因为如果不归旧 我都会有一种感觉 会抑郁的感觉 会沉进去的 这种感觉 所以说呢 首先肯定 这本小说这种描写 这是一种写法 也肯定作者 对于这种社会现实 这种方法的另类的 这种批判 批判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 就是我明明知道 这个社会 黑暗是几次 但是依然 我们要更多的看到 阳光和太阳 这是我一直的观念 所以呢 今天的分享呢 我就用另外一个方法 我把这本书呢 按照我自己的理解 我同样是尽量的 用它书中的语言 但是我把角色 把它互相之间都 有点打乱 有点打乱 但是呢 基本上保持 我跟它缩写了 我就要个微型缩改版 这样 这个故事好像看起来 大家听一听看 就说特别没有读过这本书的 你会怎么来看 那么如果读过这本书呢 看我这样分享 是不是能够 至少看到阳光吧 好的这样子呢 今天呢 咱们正式分享 我分享的题目呢 就是大师与 玛格丽特 就是这本书的名字 那么这个美丽超凡的女子 与那位自称为大师的小说家一样 他也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之中 两个同样的人 在莫斯科的某一个街角 谢后后 都是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内心 爱情就这样开始了 透过窗沙可以看见 对岸松林在正部的阳光下 村意盎然 泛出一片快绿 而那一条河 在近处闪着林林的波光 来呀 让我闻你一下 玛格丽特柔声道 可大师看到的却是一对 灵光闪闪的眼睛 凑到他的眼前 他没有感觉到这个吻 感到了害怕 他昏了过去 棕榈树有如一条条巨大的向腿 平台下方 感现在毕拉多面前的是 他所证悟的耶路撒冷城 只见吊桥处处 堡垒深刺 耶路撒冷圣殿 像一个莫可名状的大理事巨盾 披着龙林似的金色雾 耶路撒冷第五任犹太总督 骑士毕拉多 用呆板狮神的眼睛 望了望基斯长盖亚法 咧嘴一笑说 加利利拿撒了人耶稣 一按他以审理完毕 并核准了死刑判决 大师睡着了 入睡时 他最后听到的 是黎明前林鸟的抽抽声音 鸟声很快沉寂 他做起梦来 梦见突然上空太阳 已经偏西 山上山下布置了两道封锁线 骑兵团掀起冲天尘土 使尽了小巷 最后一名经过 贝拉多面前的士兵 身背一把军号 他在太阳底下 闪着耀眼的光芒 骑兵团纵马急奔 很快到了南网 伯利恒西北 往亚法区的岔路口 冲着突然的方向而去 背后扬起一股股 冲天的白色陈珠 加利利拿撒了人耶稣的信徒 当过税吏的马太 蹲在路边 他对耶稣要死这一点 并不十分赞 怎么都是死都所谓 他唯一的愿望是 一生与人为善的耶稣 临了不该再受折磨 防水变成了黑色 一夜清中滑过水面 听得见滑江溅水的声音 还有一个女人 在船上的嬉笑声 大师经过灯火通明的 赫罗普特金大街 穿出小巷 上了奥斯托尔人的卡街 最后又来到了一条冷静 卧躁黑灯瞎火的巷子里 追到此处 大师最终丢失了 他要抓住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见了 他醒了 他没有去捡 吹散的小说纸业 而是低声痛哭起来 确实真相大白了 在已故哲学家康德那 吃奇怪的早餐 胡说什么 亏花自由和安卓 预言别人脑袋搬家等等 这一切都说明 那个人是个疯子 一团可怕的乌云 周边冒着浓烟 从远方飘来 笼罩了对岸的松林 莫的刮起了一阵大风 大师的耳边 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字字清晰有力的说 不 那个人不是疯子 昨天您在牧手堂 遇见的那个人是撒旦 房间里 莫的刮进一只疯来 刮低了知行足台上的阻力 沉重的窗帘拉开了 窗户随之敞开 露出了遥远高天上 一轮午夜的 而非早晨的圆月 月光铺在窗台 与地板之间 就像一块油绿的方巾 这光景中出现了一个人 他就是那个人 那个人是个中年人 圆圆的脸堂端正可人 长着一个肉鼻子 头发的颜色难以确定 擦掉雨水后显得很光亮 说不准他是哪个民族的人 此人主要的相貌特征 也许就是他脸上那副和善表情 不过这种表情 常常被他的眼睛 确切说不是眼睛 而是被他看人的习惯方式 搅乱了 他通常把一双小眼睛 藏在微微张开 似乎有些浮肿的怪样的眼皮底下 所得眼缝里闪烁着 一种没有恶意的 脚下的光 看上去这位客人 多有些幽默感 但有时呢 他吸掉幽默的闪光 将眼点完全增开 突然逼试对方 仿佛要一眼看清楚 对方鼻子上 一个不意发现的掉布点 瞬间之后 眼皮重新垂下 形成细缝 从中又闪出和善 而皎洁的智慧之光 那是完全行 不知道是被吓醒的 还是被这样一种 突如其来的祥和 忘心的 大师依然是一身医院的打扮 长袍便携 头上戴着那顶 绣着M的黑色小帽 不曾刮起的面口 难看的惊乱着 他瞟着足火 月光如注 在他的周围 闪烁着浪花似的 银灰 那个人的旁边 站着的女郎 就是玛丽特 看到大师醒了 玛丽特兴奋地 声音起来 两手一拍 向他奔过去 他闻他的鹅和唇 围在他那满是胡桃的脸上 一直已久的泪水 顺着两家 全涌而下 嘴里只是毫无意义的 反复地说着一个字 你 你 你 大师推开了他 暗压地说 不要哭 玛丽特 不要折磨我 我病得很重 他抓住窗台 像要跳窗逃走 一面刺出牙齿 注视着足火 喊道别害怕马可 我又产生幻觉了 光临剧场的外国鸣角 让大家吃了一惊 那个人身上的燕尾服 知识一样非常古怪 而且长得出奇 脸上戴着半截黑色面具 最叫人惊讶的 是魔术家的 魔术家的两个随从 穿格子西服 戴破加比眼镜的塑膏哥 和肥大的黑猫 我要求把我的情人 大师现在立刻就还给我 玛丽特不像那个人 说完脸都抽搐的变了样子 那个人虽然戴上了半截 黑色面具装扮成魔法夹 还戴着两个奇怪的随从 但玛丽特还是认识她 她就是那个人 大师挣扎着摇头说 不他们说的对 没有证件就没有人 现在我没有了证件 也就没有我这个人了 那个人知道了 大师和这位叫玛丽特的女子 情爱制度人 以难舍难分 其实呢 那个人早就知道了 大师和他的情人 一开始就认定 他俩在科威尔大街 小巷口的邂逅 乃是命运的安排 他俩互为对方而生 他们是永远的一对 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 那个人 就是被人称为 撒旦的命运 大师抬起头来 眼睛透出了亮光 他像对着玛丽特说话 又像自言自语 他说 我曾一连几个月 坐在小黑屋里 一心想着 耶路撒冷上风的大雷雨 哭干了双眼 一股苦涩柔情 涌上大师的心头 不知为什么 他把脸埋在 玛丽特头发里 像个孩子般的哭了 雷雨季节过去 闷热的夏天来了 花瓶里插上了 这对情侣共同喜爱 和盼望已久的玫瑰花 大师的小说 已经由出版社接受了 玛丽特早就被这部小说 完全吸引 小小的地下室里 充满了笑声 而在外面园子里 树木摇落着风雨 吹舌子之条 和一串串白色的丁鲜花 玛丽特低声地读起 大师写了一段文字来 地中海上涌来的黑暗 笼罩了第五任总督 证悟的这座城市 是啊 黑暗 伟大的耶路撒冷城消失了 就像世上不曾有过太阳 黑暗吞噬了一切 使耶路撒冷城内外 所有的生灵都慌悟不安 太阳又重返耶路撒冷 在沉入地中海前 向总督证悟的这座城市 送来一片银灰 把金黄的光线 洒在阳台的台阶上 其实大师陷入梦幻的那一夜里 他也在梦幻之中 玛丽特记得清清楚楚 就像昨天一样 他参加了撒登的晚会 大师奇迹般地又回到他的身边 小说从灰烬当中闭环 诽谤者莫加雷奇被赶走 小巷中的地下势力 又恢复了原状 总之 结实的那个人 对就是撒旦 并没有对他心理上 造成任何伤害 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 一场黑暗梦幻之后的大师 与玛丽特就像大病粗语 又像久别重逢 亲密的一刻都不愿意离开 他们每一次的交谈 就像相识多年 昨天才分别的老友 不过每当聊起那个黑夜 大师依然心有一击 他说就像凄凉的秋季到来 小说的惨败 犹如失去了我的一片灵魂 他接着说 我忽然感到 秋夜的黑暗就要压碎玻璃窗 涌进屋里来 我会在这墨水式的黑暗中被呛死 玛丽特问道 你还记得与那个人 关于黑暗影子对话吗 大师点了点头说 当然记得 而且清清楚楚 老家你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不存在恶 你的善有什么意 如果地上的影子都消失了 大地会是什么样子 影由物和人而生 例如我这把剑的剑影子 凡树木和树生物 结由影子 难道你想 波光地球 扫出一切树木和生物吗 去欣赏一个光秃秃的世界吗 你真蠢 玛丽特说 圣经旧约约伯记上讲 撒旦曾一度作为上帝的使者 来到人间寻查 寻查罪恶 可在我俩的经历当中 撒旦何止是上帝的差人 他简直变成了上帝本人 大师取过他写的小说手稿 翻到其中的一页 递给玛丽特 直接上帝写道 尼扎把头发 把头巾压到眼睛上 并扭转身子 等犹大过去 他又说 到科西玛尼 要过基伦西 明白吗 我先走 尼扎接着说 你别紧跟着 要离我远一些 我走了 你过河之后 知道山洞在哪儿吗 知道知道 出卖加利利 拿着了人耶稣的犹大 被人在耶路撒冷郊外的 科西玛尼园杀死了 他是被一个他喜欢的 叫做妮扎的女子 带到科西玛尼园的 装着三十个银币的袋子 被扔回到了基斯长 该亚法家的后院 不可思议的是 这些事都是核准 耶稣死刑的第五任总督 弥拉多 暗地里的差人干的 玛尼特问 这个人 犹大 会起来吗 大师带着哲理 一位笑道 耶路撒冷的人 都在等待 弥赛亚降临 当弥赛亚的号角 在上空响起时 他就会起来 在这之前 他是起不来的 大雷雨 以风流云散 无济可循 彩虹犹如一道拱门 横架在整个莫斯科上风 他又仿佛在抽袭 莫斯科河的索雷 大师 小说中的第五任犹太总督 其实弥拉多 将在复活节前夜 得到宽恕 他说宁愿 与破衣烂山的 流浪汉马太 交换下命运 还说什么 世界上最可恨的东西 莫过于他自己的不省 和盖世英明 天早已经完全黑了 彩虹碎进了黑幕 厚重的窗帘没有拉上 厚重的窗帘没有拉上 厚重的窗口 可以望见漫天的星斗闪烁 月亮被窗帘挡住 看不到呢 但有蓝莹莹 黄橙橙的光 洒进来 落在窗台上 窗台上搁着一本 发黄的书 封面上有黑体大字 不是德 一阵莫名的风 掀起的书页 竟然会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有一页顽强的停住 就在那站着 施航是 11,499到 一万一千五百零六 上面写着 黑夜逼过来越来越暗 我内心却照得明光闪闪 已经规划的要立即做好 让大胆的设想 终于实现 夜里还有月光 月亮落下去了 有些凉了 已经是后半 我们是不是该去睡了 沙发上的玛格丽特 将头埋进大师的胸膛 一脸幸福的女人 我的分享 感谢TWGT 卡的读书会 第167期 大师与玛格丽特 作者是前苏联作家 米哈伊尔·布尔加克福 好了 飞行到这呢 我还得加个尾巴 我这搜索 我不知道大家 因为有 因为很多对话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有我看过的 是不是能表达 这样一个意思 如果没有读过的 是不是能听懂一个意思 听懂意思 其实呢 因为我大家知道 我刚从耶路撒冷回来 所以这里面讲的很多地点 像基伦谷 像科西马尼园 包括耶稣的故事 包括毕拉多 包括马太 我很熟悉 所以在这里面呢 必须要对他们这个地点 包括图山 图山就是耶稣受难的地点 就是要有一所那个呢 就会很懂 他也懂一些 但是没关系 这个呢 可能这样读出来 可能不太 因为如果看到这个文字呢 我相信可能看的会更好一些 好 更好一些 那总之呢 今天是2月14号 所以呢 我把这个 非常铁铁铁的一个魔化现实 我把它的中心给抽出来 变成一个非常美美的爱情故事 所以祝每一位男生女生 今天情人节快乐 分享完了 好的 谢谢这个教授 这个把这个将近30万字的这个小说 用这么简短的文字呢 而且大量的都是使用的 小说里面的一些文字和描述 甚至于对话 还有一些场景 但是呢 完全把它改编成为另外一部 这个小小说 而且这么温暖 在今天 这个情人节的日子 教授有心了 同时呢 也表达了他前面所说的 即使是黑暗 有可能是主旋律 但是心向呢 还是向着光明 向着善良 向着温暖 人活着总是要有所希望的吧 非常非常感谢这个 这个教授用如此样的方式 给大家诠释这本小说 这一定要有非常高的 这个改写的功底 文字功底 否则是很难去表达 表述清楚的 所以现在在线的朋友们 或者将来看这个我们 这一期167期的回放的朋友们 一定要去看一下书 不要后来被这个教授 这一块给 这个和小说 这个原著给搞混了 但是对于看过书的人来说呢 就觉得我是非常感叹 这个教授的这个改编的 这个能力 也给我们带来了 一丝温暖和光明 再次感谢教授 感谢物节有价的推荐 也感谢这个晶晶的这个分享 今天每个人都从不同角度 来讲这么一部魔幻的书 我呢也准备说 今天晚上没事来看一下 这部电影 再加深一下印象 好 非常感谢大家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对于这本书的分享 就到此结束 那么我们下一期会推荐什么书呢 请我们天儿比较忙 把我们这个 这个是我们特别不愿意 这个提起又非常想念的 这因为大家心里都很痛 昨天天儿说他做这个 PPT的时候呢 我做这篇这个海报的时候啊 眼睛今天都肿了 我们呢一直在准备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第168期呢 是一期特别 非常特别的一期 这一期呢 我们将推荐阅读的是 习慕容的一部很短的诗集 叫七里香 之所以推荐他呢 是其实是美容剪的 生前的非常喜欢这个习慕容 这个诗人 他的诗集呢 他几乎拥有全部的他的诗集 他非常喜欢他 所以呢我们 大家是我们TWGT Canada Club读书会的这个老友 都知道美容剪呢 是在2022年的11月14日呢 因病的去世离开了我们 所以我们呢 准备在下一周 也正好是我们读书会的168期 2023年的2月21日呢 我们会给这个美容剪 举行一个线下的一个追试会 同时呢也是我们读书会的 第168期 这本 我们读书会呢 其实在上一周的时候呢 已经这个 发起了美容剪的这个 我眼中的美容 的一个真文 其实我这里已经有收到很多的 我们书有的 情真意切的这个叫 真文稿和对他的一些思念 让我非常的感动 所以每每看来呢 每回看的一次呢 这个心里面就痛一次 但是不管怎样呢 看着大家现在看到美容剪这个照片啊 我们依旧记住的都是他的这个美丽啊 自信啊温柔 希望下一周呢 假如说大家呢 是有空的话呢 或者有时间呢 愿意来的话呢 可以来到我们这个追试会的现场 因为这个呢 也只针对我们TWGT的这个读书会 因为这个读书会呢 美容剪呢 是创始人之一 特别主要创始人 所以我们呢 这一次的追试会呢 除了他的朋友 只对我们读书会的书友们 进行开放 所以假如说大家愿意来到现场来表达 这个叫追试的呢 可以呢跟我或者天儿或者华美嘉呢 来报名 那么到时候呢 我们会在提前一天呢 会把弟子呢 告诉大家 那同时呢 假如大家喜欢这个 习慕容的这个诗歌的呢 我们下一周呢 其实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 我们可以阅读一下 这位台湾著名诗人的七里香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卒会第167期的这个分享呢 就 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直的陪伴 今天是情人节 我们呢 我永远爱着美容姐 希望她在天堂一切都好 所以下周假如说大家有空了 都可以来参加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分享的就 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拜拜 拜拜